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发现中国人民其实骨子里是个文学的民族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不能谈 但是你要分清楚 我觉得这是个文学的话题 你比如说过去说什么吴三桂 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是大诗人 最龌龊的就是把货水堆到女人身上 认为都是女人造成的错误 这不是你们文学圈干的事吗 这是史学家做的事 所以咱们还是要讲讲专业界的事情 昨天你们看了吗 我听说了没看 万科的股东大会 今天这网络真是方便 我都看到了 有直播 有直播 你可以先看一段 王石都在上面 你看看 我是拿薪酬的董事长 我不是作为一个大股东 我义务 成为我的股权的控制 来当董事长 我希望一亮能代替我 如果这个能实现了 我当然同时一亮成为董事长 当然我同时我来辞职 如果我还没被罢免的话 这是不错的一个建议 我认为显然 一亮现在这个团队 是比较成熟的 是对大家来认可的 说这个团队当中 一亮带领的团队 继续往前走 只要是顺利变样做 我可以另取得走 你瞧 当然这个网络视频的缺点 就是效果有点像毛片 是吧 你又回讲哪部毛片 鬼个主人公 我看他这个场面上 你知道要不说什么人 你就看什么 我的第一印象 就看到了毛片 不是 我第一印象是看到了冯唐 我想起冯唐 我说身材 他跑步 我第一印象就想起王石和玉亮 他们登山跑步 你说我第一印象 我觉得这两个人身材 小孩子一样的身材 太好看了 十八九岁的少年 对 但是脸呢 毕竟还是那个岁数的脸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轻瘦的身材 这个脸呢 让人觉得有一种轻取 我觉得王石要再这么活下去 他就绝朔了 是吧 先锋到鼓了 然后你就看到 一个在别人眼里 英雄般的这个人物 那天 昨天就是一个小股东 就点说 说你有没有反思啊 闹到今天这个样子 对吧 你们过去跟互联网之间的这个沟通 是不是有所这个疏忽 如果有所疏忽的话 为了咱们这个万科更好 你王石能不能道个歉 哎呦 这王石真的就是可以可以可以 我站起来 我道歉 野蛮人这个词不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 等等等等 这么一个气氛 我没有见过 所以冯哥 这个股东 这是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 好奇啊 好奇啥呢 这个股东啊 能不能罢免这个管理层 大股东 占股最多的大股东 他是这样的 股东呢 就是老板 就是owner 就是这东西是我的 然后管理层呢 是替股东来管理的 这过去中国的话说 一个就是东家 一个呢 就是掌柜 也说 东家开除掌柜 或换掌柜 或给掌柜找工 掌公司 或找一个新掌柜 这个是东家的权利 但是呢 不同的这个公司 它不同的章程 有不同的规定 比如说 因为东家有可能就不是一个了 慢慢变成所谓公众公司 那个股东很分散 对吧 到底是三分之二的多数 还是五 百分之五十一 还是够三分之一 就可以换董事 换董事长 它每个公司呢 都会有一定的差别 徐老师对这事有什么 我有个最基本的问题 想请教两位 为什么社会关注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除了万科的股民 和对商界营运感兴趣的人来说 如果说我也没买股票 我也不懂得商业运作 可是我看 这个网 这两天网页上 它排在 二三四五 很多的条的新闻 凭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个事情 它的新闻点在哪里 对我来说 它却是个娱乐新闻 我因为对商业 它很无知 但是呢 王石你混成了一个英雄 或者一个名人 对吧 而且围绕着他呢 有很多八卦 其实我 我坦白承认 有哪些八卦 哪些八卦 就是什么嘛 就是他爱登山嘛 你看看 可以看看他照片 身体好吗 对吧 这个 咱们可以看看王石 的这个英姿啊 你瞧瞧 好家伙 当年 好家伙 他一直 再往下 你瞧瞧 这身板 我这四十多岁的 跟人家没法比啊 而且又上这个 伦敦呢 上哪去 这个游学 哈佛 哈佛 这次都成了一个理由了 这个这个宝能系的 在这要罢免 你就说 你拿着五千多万的这个钱 这不是刚才王石就在解释 这个事吗 你又出去上学啊 你又出去 哎 这个我要问问冯总了 这个你说这个董事长这个级别 王石这个级别的人 能不能这么要求他 这个呢 还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就不同的公司 通常会有这么几个关键人 这几个关键人的角色怎么划分 是不是全职 这要自己商量的 比如说有董事长 对吧 然后咱就不说党委了 有董事长 有总经理 可能这之间呢 还有一个叫president 这个叫什么总裁 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个CEO 其实听上去这四个好像都是一样的 其实还有细微的差别 有些公司可能就有董事长在设一个总经理 就像万科这种设置 有可能呢 人类部就商量 他跟预端可能就商量好了 就说OK 董事长 不是全职的 你可以相对来说时间灵活一点 多做个公司一些宣传工作呀 形象工作呀 你自己愿意做点自己的事情 你可以做点自己的事情 但是CEO呢 更多是日常的运营 带团队拿项目 最后给股东这个创造日常的这个这些回报 可能人家有商量 我觉得这也无可厚实 你像我问问我们这个制片人 我说你什么想法 他说他觉得这个王石拿这个钱呢 不是拿多了 还拿少了呢 他觉得人王石登山是给万科做多大一广告啊 就说王石这种人物的作用 他去哈佛上学 他都是在为万科做国际化工作 对对对 而且他说嘛 也确实参与了一些个谈判 项目早期开发 你看这个王石在他的朋友圈里还能发感慨呢 就说原来的国企 对吧 冯唐曾经待过的华润 然后好像那意思 今天跟这个恶意收购的这个宝能 连起手来 这个让我觉得真是唏嘘 但是呢 他说了一句毛主席当年说过的话 说天要下雨 娘要改嫁 娘要嫁人 他说的是娘要改嫁 由他去吧 我不经常想起 你说像当年毛主席 对不对 也是他大部分时间呢 看古书 对吧 寻游这个全国 对不对 甚至毛主席都不想当国家主席 对不对 他是他的这个这个位置啊 有一种威望啊 这个人的威望摆在这里 是不是 当然不能这么 这倒是 不过你这样来比的话 倒是使我想起联想 就是我们心目当中啊 最崇拜的 就是那种人 就是那种 你千里之外 你在这里下着棋 我那个时候说过嘛 北京奥运会开幕的那天 那个小布什 普京都挤得很挤得 很热 你记得吧 那天北京的体育馆里 他们两个人的距离就很近 好像都在看球 看下面这个张一谋导演的那个 开幕演 实际上 那格鲁吉亚 那俄军的坦克 啪开进去 压掉他 就是跟美国的一个开战 这个普京在那里 根本好像还很客气的 就是那种 以前这个毛泽东 我后来看才知道 66年的 65年底到66年的 就是文革开始的 很后来一段时间 他一直不在北京 516开会 我们现在讲516 他人根本就不在北京 长期在武汉 对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觉得 这是最牛的 就是说 你们在那里 摆得平啊 就是说你们摆得平啊 我在哈佛那个时候 参加那个中国论团 正好碰到往事 他那个时候就 我们就 当然我们就 简单的客气 说几句话来 他不像那个 太康仁寿的陈东生啊 非常客气 王生是有点傲的 但是说实在话 你刚才说的对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 我觉得一个大老板 能够放下自己的那些 所所所碎的这个日常事物 放心的交给别的人 自己在 甘愿再做学生啊 学英文啊 学一些基本的课程啊 我当时是很佩服他 你知道昨天他们那个 哎 他们那儿还有个高层 我觉得名字挺逗的 叫解冻 知道昨天解冻 就解释啊 解冻 人名叫解冻 他姓解 这叫解冻 现在王石需要解冻 是吧 叫解冻 他弟弟叫解放 是 咱们还有一名叫党委 对党委是我的化妆师啊 我们就从来就跟着党委 走嘛 然后就说这个解冻就说了 就说这个王石 他去学习 他也要为万科的国际化 这个战略打开视角 所以你比如说哎 我就老想你好比你像人马克思 人家整天在大英博物馆里 就读书啊 全世界工人运动就需要马克思读书 恩格斯养着 对吗 就马克思读书 我们就能运动如火如荼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没搞懂这件事情 为什么今天引起全民的注意 为什么 这不就是公司里的一个事情吗 我谈点我收集到的想法 好 我这一个呢 是万科的地位 他本身是房地产 中国做最大的房地产的运营商 嗯 开发商 房子嘛 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嘛 嗯 然后他今年可能到2000亿的销售 就是最大 这个影响力太大了 那他被收购是对中国的房价是深 还是跌 其实这个 对于我们一般老百姓有影响吗 其实这个实话讲 那他那个2000亿谁做老板 跟实际上也没太大影响啊 应该他还 假如你住在万科的房子里边 嗯 或者你将要买万科的房子 谁是他的最大的股东 有关系吗 我觉得老百姓会有一个心理啊 因为他现在这个事儿火是个事实嘛 就是他喜欢看大事 如果你就说 朝阳去王家屯 一个什么小房地产商 又出来个鲜蛮子 对吧 对 又这个诱惑了鲜蛮子 然后怎么着 这个这个这个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除非他鲜蛮子 这个弄得更花哨的东西 对吧 再变化点姿势 我们可能会感兴趣 然后留点视频出来 但又不是这样的话 其实还是 他如果不是万科 这个事儿 可能大家不会这么关注 公司有名 公司有名 全球最大的这个房地产企业了 而且呢 我觉得啊 就是说 刚才你讲八卦关心是一种心态 但是实际上也的确值得关心 就是说啊 他这件事情 从这个从中里边谈到的这个角度太多了 不光是这个工斗 大戏 我接着你的说 其实 黄文宇有本小说 叫万历十五年 很出名 很出名 其实呢 里边说的事 说嘛 那是历史书吧 他做了很多异想 就是从很多人的 包括这个这个张居正啊 包括周围几个 他的正文很通俗 但他的注解非常有学术性 是的 他所谓的正文呢 有意思的地方 也是我认为是好的历史小说 好的工斗小说 应该有的成分 就是每个人 如果你从他的角度 他有都有足够的理由 这么去做那些事情 但合在一起 你会看到整个历史的潮流 历史的方向 你接下来说万科这个事情 就是万科 为什么好玩 就是在这里了 你看啊 你从华盛的角度 从宝能的角度 从万科的角度 从万科 万科 王石的角度 从这个 玉亮团队的角度 安邦的角度呢 从安邦的角度 某家人的这个角度呢 都有 每个都有类似的文章 讲 从这些人角度 人家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的到底是什么 他怎么做的 但他跟什么国进民退 民进国退 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些没什么直接关系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为什么这个里边角度太多了 因为几乎任何一个方面的人 都可以从这件事里 找到你所感兴趣的东西 都可以说几句 对 比如说 我说除了八卦的角度之外 拿到这么大的一个企业 当时这个王石是创办人 这感觉精神领袖啊 但是呢 这个创办人当时说呀 我他自己可以控股的 就没有今天这样的问题了 但他说 他当时说 这个我看大体上这个人物啊 不求名就求利 只能选择一样 他说我选择名 我就不要利了 因为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吧 他是 在那个年代啊 这王石他会有这样的警觉 说一个人突然有钱了 这个国企啊 就像你说的 一下子就变成我自己的 他觉得这个有危险 所以呢 哎 放弃了 但放弃了 你就埋下一个根子 今天又是一个 你知道吧 人人 所以说有个网友编了一个段子 说挺有意思 就是说 等于啊 这个王石啊 盖了一个别墅 盖了个宅子 把这个主卧呢 就给这个华润了 但是还有一个这个这个次卧呢 可能是这个人家宝能买了 宝能买了呢 他不乐意 这个管家不乐意 管家不乐意 宝能买这个次卧 但是宝能呢 就拿到钥匙 自己开门就进去了 于是呢 说这个管家呢 就说 我再盖一层 但是你就再盖一层 加盖一层 但是加盖一层呢 那个主卧里的那个华润 有意见了 所以他这个里边的这个 这个等于说这个股权结构啊 包括 这个等于王石 现在呢 怎么说呢 他开头发表一通讲话 就是说这个宝能的这个系的 他们这个收购 叫恶意收购嘛 因为哎 我觉得存在不存在王石的这种假设 就是说啊 宝能入主了万科啊 万科就碎了碎 就肯定就碎了 我这觉得也挺奇怪 难道华润和宝能不希望万科好吗 似乎现在社会上也有一种共识 就是说啊 万科要是没了王石 万科要是没了这个管理团队 那肯定前途一片黑暗就碎到地了 其实这种假设呢 呃 是 王石和有些观众啊 和这管理层啊 有些人可能会这么想 但一定不是宝能的想法 也一定不是华润的想法 否则的话 他就不会联手说跟王石较劲 对吧 如果我们俩认为这个王石是不可或缺的 那你就不会这么做 你会尽量保住这个董事长 保住这个团队 对 我这外行就不懂 难道他们想把万科搞碎吗 不会的 你想花那么多钱 他还是希望能把它搞好 但是怎么搞好 由哪拨人来搞好 各方面的意见就不太一样了 可能王石会认为说 这是我一手搞起来的 这个 除了我不行 可能新的这些股东 他不这么看 呃 特别是宝能这边 无论是恶意收购 这个恶意呢 是 无非是原来的 呃 owner 就是原来的这个股东 或原来的董事 原来的这个管理层 呃 不乐意 这个恶意 并不是宝能自主的恶意 这个是一个商业用语 跟我们一般的文学用语的 这个有一个旗舰 嗯 在我们中文里边呢 如果说 比方说我跟你提意见啊 都闻到你这个 应该穿什么衣服 讲什么 给你批评了一大堆 最后我会跟你说 我讲这些都不是恶意哦 对不对 那这种恶意用的用法 就是一种坏的意思 可是他里边的恶意呢 他们的定性的恶意 昨天王石自己也这么 他自己也这样 说的更更通俗呢 就是霸王应上工 就这事我不乐意 但你非要干我 嗯 但是呢 我又一个市场化的公司 你非要干我 你也有手段可以干我 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所以就是你看文学的角度 往往就不一样 文学一个是爱聊男人和女人 嗯 再有一个你看作家冯唐嘛 我昨天偷看他的朋友圈了 呃 发表了一段阴丁策策的感慨 就说这个你们看看中国历史啊 人家风唐爱读史书 就你看看中国历史 赢了的都是刘邦 哪有项羽啊 是这么个意思吧 基本格斯大义是这样的 就是 有些呃 特别是你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上 有很大的资源 关联着很大的公司 我就读史书上是这么说啊 你那个时候所谓的道德 所谓的这个情怀 情怀 你要跟自己的一些人性 你要做某种的区隔 就他有些人 有些方式方法 是要遵从的 比如说你要知道自己 想要什么 你怎么去要 你能不能去要 你凭什么你去要 像这些一定要反复问自己 而不能呢 让自己的这个任性 呃 跟着自己可能不够的才华 冲来冲去 有时候就会破了 就冲破了 明白了 你担不住了 你讲了 这个半天呢 就不是讲国家经济啊 政治 而是讲人生哲学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做大人物 做大事情 你就不能这么个性化 其实呢 你要比较远一点 是不是这意思 王 王石就是太个性化了 太自己的这个 我接着您的话 出个人了 为什么大家感兴趣呢 其实看这个事的时候 因为我认识里面蛮多的人 我感觉蛮凄凉的 王石本人 我不直接认识 蛮凄凉的 凄凉是指什么 凄凉是一个公司 放心为爱的时候 哎 轰轰火火 大家团团结结的 然后股东也支持 华人十几年没管他 发展的很好 创造了很多价值 股东也开心 等等都开心 增值了 增值了一百多倍 对啊 然后呢 慢慢出现说 哎 出现了弱点 这种弱点呢 从小说家的角度 和看历史人的角度呢 有时候是公司的弱点 有时候是人性的弱点 有时候单个个体人性弱点 有时候一个团体的人性弱点 你其中可能是 只是团体中一个人 你没有什么办法 看着这个大船 在出现问题 然后别人怎么来袭击 所以说 你会想到很多事情 想到 至少我想到很多历史 比如说 司马懿怎么干掉了曹爽 对吧 你比如说 吴三桂 怎么被李子成干掉 怎么又被清朝人干掉 陈圆圆呢 你说多说 多说 接着说 接着说 就是你会想起这些历史上 可能有共同的规律 这可能是我瞎想的 你看我也就外人呢 有些事情就闹不明白了 比如说华润 原来一直就是 他们华润和这个王石管理团队的这个关系啊 过去被认为是秦色和明啊 就是多少年被秦色 不是秦色 秦色和明啊 秦色 秦色是吧 秦和色 就是特别好 一直不干预嘛 对吧 但是呢 为什么这个风云突变 华润是一直支持万科 一直支持万科管理团队的 但是直到这个宝能 那就使劲买他股票的时候 华润那边好像也没筐声 对吧 但是怎么 你看没过两三个月 筐息一下 现在形势逆转成这么一个样子 我有我自己的猜测 也不好说 我能看到我读到的啊 可能你也读到了 因为毕竟 华润这几年的风格会有一点点变化 因为主要领导人也换了嘛 这个也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可能做事的方法 检点以前的做事的方法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改变 你看 面对这乱局啊 我的心声就是 党啊 你在哪里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就讲 就说现在通常觉得王石是个悲剧英雄 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一些 是不是人性的这个弱点 比如说我看到几个啊 好比说最后什么十个董事 还是十一个董事 有一个董事怎么怎么着 怎么怎么没有参与投票之类的争议啊 就好比说 华润是你的这么一个大的股东 那么他又准备拉这个深地铁进来 一般认为他拉这个深地铁 当然是为了抗衡这个 保能力恶意收购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举动 是不是事先没有跟华润打过招呼 就刚才说这些事情呢 呃 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是黑 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白就是黑 他管理层有时候可能 可以判断一件事 我需要不需要跟股东汇报 因为你管理层实际上是代表股东 行使日常管理的角色 嗯 但管理层的哪些事认为是大事 哪些是认为是小事 就有不同的解读 他要不要经过董事会 要不要报告董事会 如果不报告董事会 甚至有些董事会接不住的 要不要股东大会 这是有一个管理判断 但是呢 呃 从常识上讲 你换第一大股东这种事 最好要沟通的仔细一点 特别是在中国 我觉得有时候做生意还是何为贵吗 所以这事闹到今天 闹成这么大 也挺凄凉的 也可能结尾 还没到说结尾的时候 这个事情呢 我们不知道内幕的人呢 这真是搞不清楚 这个云里雾里 但是我看看 有一个积极的作用已经起到了 就是这是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最受普罗大众关注的一次 股东大会的实况 而且以前 以前没有这样的某一个公司的股东大会 在网上这样一条一条的看到 相对透明 相对大家更按照规矩 按照法律去做 因为 更像商业社会 我们中国传统来说 你掌权的人跟我们一般的人的关系 我们最普通的想象 是父母观跟子女的关系 就是把领导当作父母 对不对 爹亲娘亲啊等等 这一套我们非常能想象的 孩子要哭啊 你们要打 打是亲骂是爱啊 那第二套概念 多少年来都一直在讲 就是秦务斌跟公普的关系 就是说八千多万都是我们的公婆 对不对 我们是主人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也也没有那么很好的享受 新的一个说法 这个这个西方的一个说法 就是经纪人 就是说所有的民众都是股东 领导政府就是经纪人 他们是我们选出来为我们办事的 带领人 但是呢 到某一个时候呢 要是我们都对他不满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这样的大会 就像你刚才讲 一个小股东可以跑来说 你为什么什么这么做 这个使我们现在有些 从这个讲的是社会进步的 对 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 有些省 他就有节目群众就问 问省长问官员 为什么这个事情 省长就说 这个事情怎么怎么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概念 就是未必是王石自己想上神坛 别人把他捧上神坛 对 但是你现在看